2023南门市场摆仲宴摆仲齐聚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市议员钟小平 应小微 吴志刚及南门市场自治会会长王全国等人 共同宣布摆仲宴活动正式开始 知名的南门市场聚集各家粽子民店 有近百种粽子口味 是台北市民端午节前必逛的传统市场 喜爱北部粽子的蒋万安也说 家里都会来南门市场采买 我自己非常喜欢北部粽 因为它是粒粒分明 包五花肉蛋黄 那那个口感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那我想今天来到市场这边 他们其实有很多知名的店家 也都是台北市民非常喜爱 每一次不管是适逢端午节 我平日都会特别来采买 所以我想今天特别来这边品尝 也多多的宣传推广 我们在地的好吃 市场内的种植名摊也都积极参与这次百种业活动 包括核心高团店的麻油鸡腿粽 让消费者每一口都是享受 老字号的异常玉芳 则推出只有南门市场才买得到的黄金火腿减重 创新的口感也吸引蒋万安大口平常 南门市场是一个将近120年的一个老市场 它有新的灵魂在里面 还有丽家的蛋黄鲜肉粽搭配醋拌藕片 口感丰富又解腻 南园的湖州鲜肉粽则是用海草绑种 特殊的做法让老顾客代表料理达人郭玉芳相当赞赏 因为在他们当地做的湖州线肉粽一定是用海边种的海草去榜 所以这海草是咸咸的 所以蒸出来煮出来的肉粽有一种咸香味就在叶子里面 所以很特别 这些市场名摊也分享自家肉粽好吃的关键 圆糯米跟长糯米我们都有混着用 因为圆糯米它的Q度比较好 那长糯米它是比较扎实一点 所以我们混着配搭的话 这样子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我们上海人就湖州种子就这样子 与种不同 那你全台湖没有我这个味道 因为我们是刀地加先口味 古早味 动物节前夕市场名摊前也聚集许多采买人潮 像南园湖州种的爱好者就爱它的柔软绵密 年年都来买 我觉得它们的种子比较乳软 然后比较绵密这样子 对 然后味道就很中和 没有什么特别这样子 对这是我鼠疫的地方 香啊 对还有它整个做出来就是很绵啊 吃起来口感很好 这也是南门市场将搬回原子新大楼前的 最后一次摆仲宴 许多摊商都抱持着感恩的心情共同响应 希望在成本上涨的压力下 尽可能以原价来回馈消费者的支持 是在大安区最后一次 明年就是在重镇区了 所以我们都准备好了 所以重此 尽量说维持过往的价钱 所以原价有涨一点 可是原则上 一般商家都是涨5块10块或者是保持原价 尽量是满足各位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也知道说在这里怀着感恩的心 这些消费者对我们不离不弃 我们口味也不会变 只有增加不会再少 矫婉表示 改建的南门市场新大楼 已经在5月底取得实用执照 预计8月10号市营运 9月23号正式开幕 希望以吸引安全的购物环境 张开双臂迎接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5月29号达到的实用执照 现在也在后续的相关的细部 一些细节的工程 那希望马上可以预计9月就可以正式开幕 我们非常希望届时盛大开幕之后 不只让我们所有的商朋友 让更多喜爱南门市场老味道的市民 都可以来到这边来好好的 不只是品尝美食 感受我们在地市场特有的文化 南门市场摊商也都相当期待 高龄90岁 南原中继胡州重的钟奶奶 特别感谢老祖顾60年来不离不弃 期待了 怎么不期待 开玩笑 我们原来在那边是 第一南门市场 那个螺丝呼噜 是我们的 一本林的历史 这边实在就在那边 一百年了 那很重要 南门市场摊商兴高采烈准备重回原子新大楼营业 不过这一处南门中继市场却将被国产署收回 拆除重建 供NCC及速发部作为办公厅社 国民党多位市议员特别出面要求将耗资1.8亿的中继市场研议 作为东门市场改建时摊商的中继使用 奉劝中央不要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1.8亿不是钱吗 我就莫名其妙来形容这件事情 你速发部花一年花200亿 你有一个豪华的总部不够 你要来占南门市场 而且说未来 你不知道未来多久 对此台北市长蒋王安回应表示 将持续与中央沟通 探寻续租的可能性 据了解英语南门中继市场租约到期 台北市政府已经再找另一块地 希望作为东门中继市场用地 也已经召开过地方说明会 蒋王安强调会积极听取在地声音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